Good morning 早上好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视频 我是张好 在本期视频里面呢 跟大家聊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哈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什么叫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呢 就是说一个人啊 多读书 也要多溜达溜达 多出去走走 看看 我相信呢 很多的留学生在留学的刚开始啊 大家为什么要留学啊 什么叫留学啊 叫留在那里上学 对吧 所以大家都是行了万里路 掉班掉班掉班的就去了 比如美国啊 或者欧洲啊 澳大利亚 或者加拿大 或者whatever 不管是哪个国家 好吧 这句话呢 从我小的时候呢 就一直在耳边乌洋乌洋乌的 就感觉噪音似的 这种父母唠叨那种感觉是一直在说这句话 我爸呢 大家都知道是北大的老师 也是教授 对吧 他从小就跟我说这句话 说 儿子 你要行万里路 也要读万卷书 我说那太好了 那爸 那我在家读书就行了 那我可想看那个小儿书了 当年想着 我们想着那会儿了 就那个三国演绎那个 那个什么水浒传 当时小时候不知道那水浒传 我那我练成水曲传 当年拿着那个小儿书 漫画书 一页一页翻 那个不叫漫画书 那跟漫画书也不太一样 那就叫小儿书那种感觉 就是上面叫漫画 那些人物画的呀 那些的 天天坐这看 我说这太好了 日子太爽了 天天过来看 我爸给我买了个十万个为什么 我连看都不看 我天天就拿着小儿书看 我说那这个读万件书也挺爽的 那我在家看书呗 然后我爸就说 你不能光看书 年底行万里路 你看书你只会纸上谈兵啊 对吧 想不想出去玩啊 那我小时候小孩嘛 我说太好了 出去玩还不开心 就是为什么在我小的时候 我爸带我在中国就横跨了 可能中国就有四五次吧 当年那个年代啊 当年那个年代很多家里没车 你知道吗 我们 我现在想的其实挺后怕的 当年我们出去开的就是一款大众 就Volkswagen 大众 上海大众还一家众 whatever 国内有两个品牌的全就是大众嘛 大众那款特别小的 连屁股都没有了 小型的一个两箱车 就就拿那个开的 中国开的可能有七八万卖就肯定有了 什么在当年在中国 比如说什么最远 一直开的广东啊 海南啊 那边到了 看了新疆看了什么 和田那个什么东西 我记不住了 反正就没少在中国溜了 然后三商五月都去了 当年我爬华山的时候 他有一个叫做 这个词我印象特别是什么 那个字还很难写 叫要子翻身 他当时是一个法国的一个道的弧线 然后当年啊 是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 从这个要子翻身过去以后 那边有一个小的亭子 是在那华山论剑 是在那个亭子 大家能想象吗 在那个亭子那进行论剑 然后这底下的万丈悬崖 当年是没有保护的 底下是万丈悬崖 然后一根一根的柱子在云中 你要从A柱 就一个柱子跳到另外一个柱子上去 我小啊 当年 我当年才多大呀 那腿都没那么长呢 迈不开 我从A柱跳到B柱的时候 我当时心想就说 我是不是我爸亲生的呀 这东西掉下去 我命就没了 当时我 包括现在到今年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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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着想起事的时候 我手里还出汗呢 就是惊心动魄的那些那些场景 但是呢 其实现在想起来也就是当年 锻炼了很多的创业家精神和冒险的精神 还有就是勇于挑战自己的精神 你看现在华山的要子翻身那个地方 他不都有那个绑上那个安全绳 然后一步一步怎么 当年都没有 当年就真是掉下去就没了 掉下去就没了 所以我能我能活到现在真的是不容易很 小说有什么道理呢 那你说我我行万里路 我把中国都走遍了 啊 我就后来又到了美国 溜浪了这么长时间 十多年了 你说也该也该走近了吧 那又那又得看书 因为我爸老跟我说说 儿子 你就坑 你看我爸就坑我吧 加一引号就坑我 我行了万里路了 我爸就跟我说 那你就是个邮差呀 你不 你如果行万里路 你不读万件书的话 你就是个邮差呀 你那送信的天天的到处走 那快递小哥到处走 那走的地儿比我还多呢 是不是 所以我就说一个人呀 这两者同事兼备 读万件书 行万里路 这个很重要 其实留学不就这么讲一个道理吗 你来到这儿 美国 你又读书 又上学 还没事能丢的 对吧 所以这个为什么我从来不建议学生 就是我觉得第一点两个方面 第一点国家是对的 你如果在国内 你如果在中国 坐在你自己那个宿舍里面上了一个什么所谓的网络教学的这些的 他确实不应该给你算成留学生 你确实到底 这点是没错的 你留什么叫留学 你在中国就叫留学嘛 对吧 你中国人你在自己国家里面叫留学 那肯定不是啊 第二点呢 是其实留学最大的意义是你来到这个新的一个国家 你能到处溜达溜达去看个世界 你的眼睛里面所看到的视野价值观 是你一辈子的财富 是非常重要的 人啊学会得折腾 对吧 行万里路读 换卷书 今天怎么聊到这个话题了呢 是因为在上周的咨询过程中啊 我一个学生我在咨询嘛 就跟学生做到这里一句一句的咨询 在聊这个事情 还突然这个学生突然是这个学生 ASU的学生 这ASU的学生呢 突然就跟我聊了一句 他说 哎 我前两天学校给我们发了封邮件 给我们推了一波 就做了一波广告嘛 就真的是做广告 推了一波说 可以去另外的国家有个交换的项目 或者study a board 就是在另外一个国家去上学留学的一个机会 对于美国人来说 如果你想他对于美国本土学人来说 他如果去了欧洲 去了南美 甚至去了中国 去了亚洲 他其实还是属于什么 属于留学 对吧 那他这个学生就说 那我做一个中国留学生 我已经从中国到了美国了 我们国已经是在留学了 那为什么我还要再去另外的国家呢 我说这个道理是这样的 因人而异 看你自己想法 我当然不可能推过通过一期视频 推所有人都去留学生再去溜达溜达 但是我希望在你有能力的基础上 就算你是中国留学生来到美国 我也希望你可以再去别的国家去交换去学习 溜了一溜了一趟 这不是什么所谓的内卷哈 这如果内卷 如果开阔视野经历叫做一种内卷 如果你的经历 你的人生比别人精彩 叫做一种内卷的话 那你就去卷吧 卷死他们 对吧 所以说这我觉得不是一种内卷 是丰富一个学生的人生的阅历的非常重要一点 但是有些留学生啊 有些中国留学生 他上所谓的国内的一些属校 比如说那些属校 国内的属校是开给美国人来中国上的 他不是他 他中国留学生 开到美国 比如来到美国留学了 然后留学 然后暑假 哎呀 暑假我又想在国内吃好吃的 我又能上点学分 那太好了 那我就上个属校吧 然后就去北京 或者去上海上属校 或者西安 或者这些主要城市 你是个中国人啊 你是没有机会去北京上学 还是没有去上海上学 没有机会去西安 去深圳 去whatever城市 不管去哪个城市 你不要自己骗自己啊 你内校开过世也经历了吗 你一个中国人 你跟一帮老美来到中国学习什么叫中国文化 这就跟很多留学生在美国课堂里面选择课程 中国留学生做在美国课堂里面选择美国一门课叫Mandory 普通话 你是不会说普通话 还是你跟一帮老美去学普通话 于是呢 哎 我不就想混个学分混个A吗 所以一个人生的经历 大家之前那些视频看的760的孩子 为什么经历那么丰富 你的每一点的选择 影响你人生中的每一个未来的一个结果 对吧 我今天不光告诉大家 你就算在美国留学 你也应该去别的国家溜达溜达开混的视野 I'm not going to tell you 我不光是告诉你 but also I'm going to show you 包括我现在展示给你 好不好 我把屏幕切给大家 大家现在看着呢 我就举个例子 就是ASU的这个Global Education Office 这是全球教育 ASU是一个中排非常一般的大学 但是它的商圈却奇强 非常强 前30的商圈 当时这个学生呢 但是你看这个ASU是非常大的功利大学 所以你看这个孩子 当时他给我看这个页面 这个ASU的学生 他这个 你们每一个学校都有类似的像 根据你们学校实力的能力 这句话真的扎心了 如果你学校想 如果你学校实力不行的话 他可能确实没有开车那么多像 但对于ASU这种庞大的 美国数一数二的 这种庞大的这个 这个大综合性的这种教育体系或者大学啊 他是肯定有这个大量这个实力的进行合作的 你看ASU强到什么程度了 这或者说可以从侧面能看到这个学生多到什么程度了 他甚至按专业进行划分 你可以去别的国家溜达的 溜达上学或者实习的机会 你看这里面包括人类学啊 应用数学啊 包括健康的科学啊 什么的 交流学等等 全球的健康啊 创新啊 什么等等的 太多项目了 这个学生是商圈的学生 所以我们就一路拉到岁下面 我们到了这个 我们熟悉的这个叫什么WP Carey School of Business WP Carey的商学院 然后我们点开这个商圈呢 这个这个学校强大到什么程度啊 点开这个商圈 居然让我 让我当时也是非常的震惊一下 居然按照专业还有划分可以去的项目 这是什么概念 一般一个大学能有个合作了五六所的大学 或者合作了五六个大学的项目就已经很厉害了 AISU这边居然大到这么多所大学还能按专业进行划分 然后他就他因为他学会计学的嘛 然后我们就直接点开了Countency 包括这边其实还有去国外实习的机会 你想想如果你是一个中国留学生 你来到美国这里留学 留学的过程中 你还能在欧洲在英国实习三个月 或者能在澳大利亚实习三个月 你可以在加拿大实习三个月 你可以在南美的whatever国家去实习三个月 你可以甚至在 任何的非洲的任何一个国家实习三个月或实习六个月或做一个项目 你的人生的履历在你的简历上面 在你的整个申请研究生过程 研究生未来的发展方向上 你觉得这个东西难道不是一个市的一个推动的变化吗 对不对 所以人啊得学会折腾 人啊得学会闹腾 你不闹腾就有人比你闹腾 不是吗 你看这个实习他怎么说的 The internship is a wonderful way to test out a potential career and gain real world experiences 实习是一个绝绝完美的一个机会 对吧 可以能够把你的一个职场给他发展的方向和找到 以及得到这个真实的全球的一个经历 Right 你看 这报告台里面说了很多 我想 我想 我想大家不用我坐在这里 现在跟大家说实习有多重要 对吧 那73% of employees believe that college graduates preparation for careers will improve if you have required to compare a significant of private learning project such as internship 97%的募用者相信一个研究生 一个学生毕业以后 他的职场发展方向能够得到巨大的提升 就是他在本科或者在研究生上学期间里面 还有一个应用实践类的学习的过程 就比如说像实习这样的课程 and 91% of employers says what whatever their major all students should have experiences in solving problems with people those wills are different than their own 91%的顾问者都认为不管你学哪个专业 任何一个学生都应该有一个解决问题能力 而解决问题这个能力一定是跟你其他人一块工作这个人是有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看法的 也说当你跟另外一个人合作 来自一个世界另外一个国家的人 来自一个世界不同文化的人 他的这个看待问题的切入点不一样的情况下 你是怎么能够跟他一块来工作的 所以这就是你看他是credit based 他有你还给你拿学分的 intership 这就很强 找找你们学校肯定也有 好吧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学生 他是想去国外去 在另外一个国家上去上些课程 而这种这种就是study board 或者交换的项目最好的时机啊 我以我经验来判断应该是在大二下 到大三下半学期的之上 也就是大二和大三期间 因为大四基本都是专业课程的 交换的项目不一定有专业课程 大一你以前还没搞明白 你本身大学是怎么回事呢 大二的下到大三的上这一年 是黄金的交换项目的一个时机 OK 比如说你看看这个 这个真的是 你看他有多少个合作大学 你自己看 你们看Costa Rica 这个在这个在美国旁边一个岛屿上面 这是一个度假的圣地 这边有像 对吧 包括我跟那个学生看的就是这几个像 就在这 你看这些合作的大学都很强啊 大家可以看看 不是垃圾的大学啊 我们重点看的就这几个 一个是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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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阿尔兰 在阿尔兰的这所大学 叫做 呃 我不知道中文 叫 还真不知道中文叫什么 叫都柏林大学学院 然后 Queen School of Business 是不是 大家有时候玩标了看一下 他那个上单的英雄不是有一个 Queen没有 就可以飞的那只鸟 对吧 念 Queen School of Business 这是在Aerland OK Aerland 然后这个在Denmark 在丹麦 Copenhagen Copenhagen的商区 Copenhagen的大学 包括他商区 算是欧洲顶尖的大学 商区院了吧 你去交换一下 有什么不好的 对不对 包括你看再往下 包括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 对吧 包括还有 就还有这个大学 很好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Metro-Satars 这个商区院 这都是英国顶尖的大学 他跟ASU有合作 然后再去学个项目 那有些学生说 那我去上这些项目 如果学分 不可以被转换 怎么办 这就是你们大学的工作了 而且你们大学 其实在这方面 已经都替你想好了 你看我们刚才点开这 叫View Per Approved Courses 就已经被转学学分 所认证的课程 所以这ASU很强 那就在这 我们拉下来 你看有些课程 对大大三大商科的学生 都可以上 比如Coply Finance 这就被认证的 你可以到那上这门课 回来是一定可以被转学分的 对吧 包括你还可以学到很多的 另外一个国家的市场 比如说Entrepreneur的Strategy 企业家的战略学 EU European 就是欧洲的商商业和 欧洲的这个政策 在商业里面的政策 Foreign Policy of the European Union EU对外的外交的政策等等的 你看这些都是上个非常有关系的 Innovation Management 创新的管理对吧 Intracultural Communication Management 多元文化的交流和管理学 International Business Negotiation 国际商务的谈判学 包括有些人说大二的课程 比如说你看大二 所有上个学生都要上的吧 Macroeconomics 微观经济学 对不对 是不是有给你上呢 So Risk Management 风险管理 对吧 Statistic 是不是大二都必修了上个课程 统计学 所以包括你看 Statistic Management 战略性管理 包括 Suprification Management 这个 公民店的管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些课程 上课是一回事 你到了 Trobertagen 哥本哈根 这个地方 你开过你的视野 拿着你的神根的Visa 你可以在欧洲多逛一逛走 是另外一回事 好吧 在我接触了很多的 每天的学生过程中呢 很多学生 他刚想申请 来到这边美国上学 刚想申请美国的大学 或者刚想申请美国研究生 我有时候经常问他一个问题 我说你为什么想来美国上学呢 很多的学生都会说 是因为他们之前有这种 他们本身在中国大学 比如985 211的这些大学 他们在本身上本科过程中 有 他们可能虽然没有留学 但他们有这种交换的项目 比如来过美国这边 受过教育三个月 或者来到澳大利亚 或者去了加拿大 受过教育三到六个月 他们就有这个心里埋下的这颗种子 那你说中国留学生 已经来到美国留学了 已经是一个完美的留学生了 已经开过了 视野了 那为什么还要去另外一个国家呢 这件事情就是 我觉得咨询的一种 给你咨询这个人 就比如说我的一种敏锐度 包括对这件事情的一个看法 我认为 咨询吧 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我认为一个学生应该多去折腾折腾 多去开国开国视野 我相信你在美国学的管理学的管理的思维方式 跟你在欧洲学的管理学和管理的方式是截然不同 因为我知道答案确实是不同的 管理性文化是不一样的 管理者与被管理之间的权力距离也是不一样的 包括想到交流的方式 为人处事的方式 整个的商业环境是不一样的 大家能理解我在说什么 比如说你从小生活在中国 你知道中国四大行是哪四大行 中国银行什么工商银行的 对吧 我虽然叫不起 但是我相信很多看这期视频的学生是知道的 你在美国生活 你可以张嘴说Wall's Fargo 可以说Bank of Markan 可以说JB Morgan的Trace的银行 这些在国内生活小伙伴 你可能不知道这些被老百姓所每天用到的银行 这就是一种商业的免质度和价值观 你得生活在那里 生活在另外一个文化里面 你才能更多的开阔你的视野 包括你可以在欧洲 你在欧洲当地看到那些银行 你包括瑞士的银行 包括英国的银行 你是跟在美国看的是不一样的 有些人说那这种项目会不会花更多的钱呢 大家可能老百姓会关心 或者人生会关心 请问一下大家的平常老百姓 像我这样光头老百姓 可能会担心钱 那天我跟这个孩子算了一下 你在美国留学你也交学费 对不对 你上15个学分上18个学分 你在另外一个地方 你还是要交学费 学费是一样的 基本上 你无非就是多掏了一张机票钱 然后多掏了一些自己吃饭和旅游的钱 加起来就两三千美金 加起来两三千美金的差距 对于任何一个国际生来说 你不用跟我讲话说 两三千好多呀 拜托你一年学费交了好几万美金呢 你跟我说两三千美金很多 而两三千美金的额外的开销 也就是你少去吃几转中餐 也就是你少买一辆 也就是说你少你买车的时候买一辆 愿意买辆本田 还是想买一辆二手的可以有面子的BMW 对吧 其实人生就是在做不断的选择 而你的选择是不是能够就像我开车说的 我们的选择的第一就是 什么 行万里度读万键书 好吧 以下呢就本期视频 如果想得到我的帮助呢 可以给我发邮件 我是first thing to last thing to finishquare.com 你可以通过微信连接到我 pcmc hns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